这个新版本出来几天了,然后咱们升级一下,看一下现在是什么版本,设置,看一下产品信息,现在是你看V1.0,1.5,1.1,咱们更新一下,选择其他设置,USB连接,数据线一端插入电脑,另一端插到这个上面,插上去,电脑弹出一个U盘,电脑里找到你要升级这个版本,你看上面是1.7,1.8,咱们选择最高的1.9, 然后直接把它粘贴到这个U盘里边,就OK了,粘贴完之后,直接弹出U盘就行了,然后把这个拔掉,关机再开,长按,然后它自动会重启,自动更新,你不用管它,下面是快进了, 完事后,自动会重启,看一下,软件版本,V1.9了,升级完之后,它修复了一些bug,然后呢,增加了一些功能,比如说,关机,以前按这个电源开关键才能关机,现在呢,你看,增加了触摸关机,点这个电池图标,然后往这边滑,它就可以关机, 然后增加这个锁功能,双击电源键,锁上,锁上之后,你再按其他档位,它都没反应了,避免误触,你单击的话,它可以在这个档位上切换,比如说,现在是交流,电压是吧,单击一下,交直流电压,再单击,直流电压,解锁的话是双击,好,解开, 增加了屏幕数据记录功能啊,最大支持无阻,你看,比如这个数值,你点它,点一下,它记录到这儿了,再点,再点,这是三个了吧,四个,五个,再点的话,它就会覆盖,清除的话,长按屏幕,清除,电阻挡增加了在线测量功能,在线测量的话会更准确,这个功能里边增加了抗震模式啊,看一下,设置, 其他设置里边有个抗震模式,所以说没有升级的小伙伴们可以升级一下,升级到这个V1.9版本,好了,咱们下期见,拜拜